就是說我們在患者在門診裡面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有一些不明原因的搔癢 那其實中醫的治療裡面可能不一定會正對他是 因爲什麼因素導致他的搔癢去做治療 而是正對他的體質去做治療 可是我們探究他的原因發現以後 他可能引起了過敏 他搔癢的因素有很多 那這一次我們懷疑的這個搔癢的案例 有可能是因為安眠藥引起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失眠 因為失眠他其實 大家常常在講失眠的問題 而且中醫也常常在介紹 失眠應該怎麼治療 然後在坊間的診所裡面 我們其實都知道說 失眠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疾病 那根據食藥組今年的統計 他說國人一年是吃掉三億兩千七百萬個安眠藥 全年的醫藥配支出是十億型愛病 那根據統計是每五人會有一個人會失眠 那最近最新的一個資料是 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就是兩個人就會有一個失眠 所以其實失眠變成是全台灣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最近又有一些選舉的因素 或者是其他生活經濟上面的因素 失眠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們在門診也常常會發現說 失眠其實 不一定他是會成為一個常見 他就主宿是失眠 但是他可能延伸的其他疾病裡面 會有一項說他有失眠 或者睡眠障礙的問題 那所以使用安眠藥速度是最快的方法 可是過度的使用安眠藥其實會有很多的副作用 那又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先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案例 他是一個四十七歲的一個職業婦女 那其實他的生活的狀況其實是負擔很重的 包括說他先生也生病 然後他自己也有三個小孩 所以他平常單期一個全家的一個經濟狀態 那所以他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下 他曾經有長期的失眠的問題 那最近是四十七歲 他是六年來皮膚搔癢是反覆發作 那他患者來到我們診間的時候 是發現他抓癢抓到破皮流血 那他的癢的地方是暗骨失腫還有失控的 那因為我們這樣子詢問以後才知道這個婦女 長期是失眠還有憂鬱症、躁鬱症和命的一個狀況 來的時候看起來是笑咪咪 可是事實上他其實講到後來就會哭 或者是會針對他自己生活問題 對你做一些抱怨 那最近十年他都長期服用身心科醫師給了這幾個 癌症精癌的安眠藥 一年前他自己覺得說我吃太多了我要停藥 但是他還是失眠 偶爾還是會使用集中的安眠藥來做 那這次我們診斷他的 搔癢、群麻疹的症狀 可能是因為藥物移籍的群麻疹 那在使用中要跟飲食調理之後治療一週 他就覺得非常好 那後來有後續他的照片也顯示出他的癢的部分的解決 那接下來治療的過程裡面還有配合針灸治療 那六個禮拜以後他的失眠也解決 人也變得輕鬆開朗起來 我們注意看一下 失眠其實常見的一個分類就是他有入睡困難 睡眠中斷還有早醒這三種 那有些人甚至這三種都會合併發生 那這些失眠的症狀裡面還有包括說 失眠、異怒、焦慮還有憂慮的症狀 其實使用安眠藥是最快的方法 那我也不覺得說我們一定要反對安眠藥 因為適度的使用事實上有緩解病的不舒服症狀的作用 但是有時候逐漸使用以後 還是會出現一些心理的異帶現象 那這些藥物我們後來會有副章表格 它還是會引起一些改變人類思考、感覺、還有反應的症狀 甚至還是他因為憂鬱吃了抗憂鬱藥 他還會更憂鬱 那以本治患者使用的藥物來講 因為我們後來去做了一個 就是安眠藥這幾個正經安眠藥的一個說明書 它裡面的副作用 都有一些皮膚燒癢或紅疹的症狀 我們看一下 就裡面包括一個 皮膚出現紫斑紅疹或癢 皮膚紅疹或發癢 皮膚炎、光敏感反應 皮膚紅疹或過敏燒癢 全部都有這種症狀 所以在我這邊就推斷說 很可能是因為這些藥物所引起 那我們中醫的治療失眠 其實是講究一個Homeostasis 也就是營養平衡的狀態 那怎麼平衡 就是說 在一開始它是一個不平衡的狀態 它皮膚在反覆 搔癢發作 然後使用安眠藥人失眠 那它來的時候其實 有時候每次來的情緒狀態 都不是很穩定 有時候很高卡 有時候很開心 有時候很沮喪 所以它心理跟事實 有呈現一個不平衡的狀況 所以在針灸 在中醫治療的方法上面 首先是重視望文論前 也就是辯證論治療 那接下來 首先治標 治標就是針對蕁麻疹 做一個解決 那我們使用的是一個 清肝解毒跟驅風式療的藥 包括說濃感蟹肝湯 黃臉解毒湯 還有驅風式療的藥裡面有消風產 還有慘退白血皮等等 那搭配 這時候搭配 因為長期使用安眠藥的患者 你一下子要叫他完全停藥 其實對他來講 失眠症狀還是會發生 所以我那時候還是建議他使用 平藥的時候養得睡不著 還是使用安眠藥 接下來就是治本 怎麼治本呢 治本其實是治療他真正的原因 就是失眠 還有憂鬱的症狀 所以在養植養了以後 我搭配了一些靈智精安身的藥物 那裡面還有一些柴芙蓉 葛姆梨湯 還有定制碗溫膽湯 葛登 那再加上搭配一些穴道 還有靈智的調理 後來他就會呈現一個 應養平衡的狀態 也就是治癌 那所以在這個中醫的辯證之後 我們看得到他皮膚的症狀況 因為可能有一點那個放大的情形 所以這邊 我不是很清楚 這是紅色的地方 就是他原本兩個情形 那這是治療的第六週的情況的狀況 他其實已經完全 其實剩下一點點傷疤了 這定型 那我們再介紹一下中醫治療失眠的優點 剛才說過西醫的安眠 西醫藥的安眠藥 他其實有可能會有利害性 成癮性或其他副作用 當然中醫有可能也有副作用 但是他成癮性是相對來講不會有的 然後睡醒以後也不會混混沉沉 而且在使用安眠藥以後 有些人還是會告訴你 我已經吃安眠藥了 可是我還是睡不著 在這邊中醫不會造成這個現象 那另外 我們在治療失眠 不一定治療失眠 而是針對他現在 既有的舌胎邁向 或者既有的症狀進行治療 所以整體的身體健康也會獲得改善 接下來不是因為我們是中醫 所以我就介紹中醫的效果很好 而是因為中醫治療失眠方法有很多 包括藥物還有症狗 拔冠而徵 飲食條理 按摩 所以我們在傷害論裡面 有講到一個叫做辯證論質 隨證指示 就不會有藥物濫用的問題 那我們的治療的一個模式 有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是中藥安眠藥都一起服用 那接下來安眠藥減量 接下來就是停用安眠藥 蓄服中藥 最後恢復階段就是停用中藥 然後安眠藥可以接觸 那我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說常見的一個失眠的一個廚房 就是包括說有一個 蔡戶龍虎牡蠣湯 酸藻人湯 黃臉辣椒湯 血涂湯 清醒臉治癒 那針對不同的症狀 不同的患者的一個 一個習慣 或者是一個 當時的一個表現 我們會給他不同的藥 那在這邊 我們裡面常常就會給患者 一個蔡戶龍虎牡蠣湯 他是一個容易受 受驚嚇 心痠心肌多夢的一個症狀 那這邊也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在治療的過程裡面 還搭配了一些食療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可以幫助入眠的食物 裡面包括B群 那它是一個舒緩神經的狀況 所以包括糙米 還有麥片 還有腿麥麵包 還有芝麻 那這邊也推薦芝麻 因為它裡面也還有蓋子 有舒緩神經的作用這樣 那菠菜 菠菜裡面有豐富的葉酸 有時候在孕吐 有時候會失眠的情況下 使用B群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那另外還有 包括涉胺 含有富含涉胺酸的食物 裡面涉胺酸會轉換成血清素 Selentory 那產生一個誘發睡眠的一個功用 裡面包括小米 芡食 蕎麥 應該是葵瓜子 葵花子 南瓜子 藥果跟開心果 那其實我常常在 那個患者的食療裡面 會請他們把白米 還有小米 還有蕎麥 分別以3比1比1的一個比例 請他們日常生活就做 其實平常他們的那個 睡眠品質就會很好 甚至就不用洗腰 重藥了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個糖類食物 一起光注 也是合成這個Selentoryn 光注入眠 就是全股類全麥類 那鈣跟美 大家都知道 睡前喝一杯熱牛奶 可以幫助睡眠 其實喝一杯熱豆漿 其實同樣有一個 幫助睡眠的一個方案 一個功用 而且 如果對那個 牛奶過敏的人 可以改成豆漿食用 效果也不錯 那在這邊 也補充一下 就是說良好的睡眠習慣 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30分鐘之前 盡量不要再 你在床上就盡量 就是睡覺 不要再看書 看電視這樣 晚上不要在床上休息 白天不要在床上休息 晚上睡覺才上頭睡覺 然後不要再喝刺激性的飲料 然後睡 床上超過30分鐘 睡不著的話 不要勉強自己入睡 所以有時候 市民患者最常見說 我躺在床上躺很久 都睡不著怎麼辦 我說你假如睡不著就不要躺了 趕快出去做你的事情 看電視你就自然會睡著 然後每天規定運動 這個很重要 然後泡個殘 然後每天的定時入睡 定時起床 然後避免這個照應跟光線 都會有很好的睡眠習慣 那其實在我們 如果要在一個標準化 跟那個量化的標準裡面 我們還有常見幾個 就是入睡困難 上床到入睡時間 不用超過30分鐘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睡眠不死 也是一種失眠的現象 然後淺度睡眠 早醒 睡眠時數不夠 睡眠期失調 這個都是整個是失眠的一個 常見的症狀 那其實 失眠我們在患者 而且在國外的企攤來講 最常見的就是第一項 入睡困難 他們把這個當作 失眠的第一個症狀 在這邊 我們前面還有幾樣 那個中醫的食療 這邊沒有特別介紹 酸澡人 在這個裡面 但是我們有介紹幾個 包括說 這叫福蓮安神根 因為這是龍眼肉 又是腐肉 然後蓮子 百合 紅棗 白木耳跟冰糖 那其實龍眼肉 就是有養心 然後那個 液皮 然後蓮子 就是清心 百合 又是 也是清心潤肺 然後紅棗 白木耳跟冰糖 裡面也對脾胃有 有良好的 那個 安安治療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在講 胃不合者 臥不安 有時候吃了 又對腸胃的韻化也比較好 那適合脾胃不假 血虛的人 對於口乾 尿混濁 反照睡眠觀 吸氣的 也是很良好的 一個清新 安心的甜點 那另外一個叫 臉花 臉 其實這個鼻子 為什麼叫臉花 其實叫 臉大微笑 因為裡面除了有菊花 還有一個花旗生 枸杞 石昌浦原汁 這個藥裡面 因為花旗生是比較良性的食物 所以有一個清新的作用 枸杞 菊花 也是屬於偏良 有 有一個清乾 有清新的作用 那石昌浦原汁是來自於有一個 石昌浦是一個靈心通俏 那原汁是安心靈神 其實都是幫助睡眠的一個藥 一個藥材 那其實把這幾個 一樣洗淨了以後 再放進花旗生 因為花旗生裡面比較貴 所以它是最後才放進去 那對於心反失眠 健康跟神經衰弱的人 都很有幫助 不過這因為花旗生 跟菊花 都是比較涼的 所以腸胃功能不佳的人 就不太適合這樣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介紹一下 那個失眠的穴位 那如果需要示範的話 我們對 還是請一下我們的助理這樣 其實這個穴位其實可以自己按壓 而且非常的簡單 那第一個就是 要不要做一個助理 當然要做事 好 坐中間嗎 坐上面 對 都在下面 可看得到 這個控告 敢陪在家沒女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請教一下 薄醫師 谢谢大家